那我问你真诚跟插电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也论起咱们抬抬杠 好啊 讲过规矩 单挑啊 汽车行业变天了 就剩两个月了 价格战打的现在也是娇年 整体一个行业显示一个非常低迷的气息 燃油车崩盘了 新能源车也好不到哪去 现在如果说你想入手一台汽车 无论是电车还是燃油车 宝贝 我希望你保持住自己的理性 有的燃油车可以朝底 但是有的电车你买完之后明年容易成为砖头的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你以特斯拉来讲 家人们 第一个想到的纯电车 特斯拉 今年上市了新款的Model 12 然后年底随之而来的是四代的电机 Model Y搭载四代电机之后 这个电机它成本又压缩了50% 说明什么 如果说年底的Model Y搭载四代电机的话 它整体的一个售价会往下下调的 特斯拉属于啥 价格屠服 它一旦降价 同价位的自主品牌 新能源 你比如说自己 小鹏 还有等等等等 比亚迪也算上一个吧 最近新上市的宋L看见了吗 家人们 一看到它那个定价 你别说特斯拉了 自己跟小鹏直接笑爆炸了 家人们 比亚迪现在主流玩的是什么 冠军版 从年头称不到现在 然后其他车企玩的是什么 加量不加价 而且整体对比去年的售价 再加上很多车型从第一代已经升级到了第二代车型 今年年底你看似很多新能源车 价格迷人 配置齐高 百公里加速快吗 动力好吗 还是它的整体一个售价让你心里边产生了想购买的欲望呢 都不是 你看到的都是没有用的 我看到的是什么 800企麒麟电池 支持4c超充 宝贝 啥概念 直充啊 哭一下的 你中午吃顿饭 你上趟厕所的功夫 这台车从10%能给你干到90% 甚至充满 那什么概念 对于电车来讲 就走入到纯电趋势了 电车让你担心的是什么 肯定是续航焦虑 如果说半个小时苦一下子能给你干满 这管电续航给你达到800公里 那你想想续航焦虑还有吗 没有了吧 那我问你真诚跟插电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别论其咱们台台杠 讲了这么多 可能你觉得驴存不对马嘴 但是简单来讲的话 那就是明年有更好的电池 甚至对比于电器 电子产品的话 电机有所升级 变成变频电机 还有电控的一个升级 也会给你带来更好的续航提升 假设拿空调做对比 十几年前的空调又耗电 噪音又大 自冷效果又差 你想想现在的变频空调 电耗底 自冷效果好 很静音 新能源汽车到现在发展到底成不成熟 宝贝 我肯定是摇头晃脑 如果说视频前的你觉得我说的对 咱们点个赞 共同在评论区探讨一下 毕竟谁挣钱都不容易 祝你们越来越好 忙忙等等 一路长红所有好运 与你花为相扣 所有美好 陪伴你们每一天 明天不见不散 哈哈哈哈